丁灵的叙事 从外面进到那里面 但是这里面这个小说 你可以看到最后启发了农民 这种阶级斗争的情绪终于上来了 阶级仇恨建立起来了 那么所以你可以看一看 叫他写一个罪状 自己念叨 写了念叨说 二八千文贵 过去在村上为非作胆 欺压良民 本该万死 蒙诸心好有恩典 那是说放你娘的屁 谁是你诸心好有 一个老头冲上去 念叨说 就是全村老百姓 他不能叫穷大爷 叫 咱们穷人翻身 叫翻身大爷 留咱缠身 什么咱不懂 咱翻身大爷 不如你来这套文 让他干脆写流你狗命 对 流你狗命 然后他吃好了 流斩狗命 以后当痛改贤飞 不再有丝毫不法 反对大家甘当处死 恶霸 秦文贵历词宝钻 当众化验 八月初三日 所以 就是说 这个地主就 完全被打倒了 是吧 你看看 这个是多漂亮 多么美好的解放区的形象 是吧 农民分田分地 他是根据小说中的一个情节 就开始的分田分地的斗争 不下去 农民不敢拿那个地气 然后这个 张玉民的 还有这个文采 他们就商量了 这是工作组的主导文采 就是我们就先分果子 把地主赴农的那些果园的果子 把它分了 这样农民就有甜头 是吧 分完之后 他发现也没事 下一步胆子就更大了 就敢去分地气了 所以这里面的小说 你可以看到 他是参加革命的人们 如何摆脱过去历史的影响 如何在斗争中 重新塑造自我的阶级身份 革命与历史的绝栏锻炼 如何在他们心理上 找到动机和依据 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到 这部小说 其实在这方面 做到他非常 深刻有力的一种挖掘 所以我说 太阳照的山干河上 他是代表了解放区经典作品中的 这种美学的范例 这可以看到这么几点 第一的阶级斗争关系 决定了小说人物形象的典型特征 那么另一点 就是启蒙主义的爱 在革命为一种转化 为阶级斗争的恨 就过去我们的小说人物形象的 总是要表达这个博爱 是吧 自由平等博爱 那么 其实五四启蒙文学呢 它不只是民主科学 是吧 它表现个性解放 表现自由与平等 同时呢 有那种博爱 那么 轮道主义啊 这些东西 是吧 但是现在呢 它要为阶级仇恨 阶级的恨 所表现 第三个是 革命暴力的快感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革命文学中呢 它最激动人性的高潮呢 都是具有暴力性的这些场面 那这个 太阳照的三根河上是这样 那么 暴露咒语是这样 那么其他的作品 大量的革命文学作品呢 它都有一个 强大的关于暴力的书写 它是文学作品中的 那种快感 高潮的体现 它既是情节上的高潮 也是一个快感的高潮 所以你也可以理解 革命文学的这种美学 它是如何建构的 那么 关于启蒙主义的爱 在革命文学中 转化为阶级斗争的恨 如何去描写农民的恨 阶级的仇恨 苦大仇争 这构成了革命文学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 一种情感的基调 大家会知道 这个 当时在解法区有另一个人 叫王诗卫 是吧 那么仇恨讲话运动不久之后 五月份六月份就召开了 批斗王 1942年六月份批斗王室卫的会 丁宁在会上也对王室卫展开了 激烈的批判 本来是要连丁宁的在医院同时 一起要批判 结果毛室卫说过 结果毛室卫说过王室卫是托判 那么丁宁呢 是好同志 所以就 但是丁宁就反过来 反过一级来批判王室卫 王室卫是何许了呢 我说实际上是咱们北京大学毕业的 是1927年 他考上北京大学 他在北京大学读书 读了两年 读了两年 那么 然后是 他是1925年还是1927年 可能是 反正就26年左右 在北京大学读书了 当然是这样 后来到北京大学 那么王世卫是一个 其实年轻的时候很有才华 当时丁宁批判他说 王世卫你算好几 你做一个作家 你有什么作品 你翻译过什么 他当然都敢说 我写过《沙飞女士日记》 但是你有什么作品 其实王世卫很有才华 当时翻译过很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但是王世卫就主张了 心论的本道主义 主张爱 这种结果 他对革命阵营中的这种 长酷的斗争 他非常不理解 然后写了这些 野白的花 写了一系列的长文 据说毛泽东 一天晚上还提着马灯 去看他的大字包 那么 当时这个 在撤退的时候 王世卫是被枪毙了 毛泽东听了之后 据说还 还这个非常生气 说还我 王世卫 后来这个李克龙还为此写了一份检讨 这份检讨送到毛泽东去 毛泽东说 把情况说明了就行了 不必再 不必再处理 那么 这个 灰类 其实也不是灰类斩马术 其实 这个 当时是 就是贺隆下的命令 所以历史过去多年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命运 当年批判王世卫的命运 又都落到了 贺隆的头上 是吧 丁宁的头上 这个 贺隆为罗马党命费 就是 所以 革命队伍中的这种残酷的斗争 这种阶级斗争 有时候也转化为革命内部的这种残酷的斗争 所以 这个 是 革命发展中的 它不成熟状态中的 不可避免的一些悲剧 所以 所幸的是 革命终于克服了这些 弯路 这些曲折 是吧 它终于走上了这种正确的道路 所以一直一路走下来 走到了今天 会迎得了伟大的 辉煌的胜利 这是我们值得庆和的 那么 在那个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丁玲的这种作品呢 它是为革命文学建立了这些基本的模式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革命文学作品中呢 它是没有多少爱 它不强调爱 它吧 它说对敌人要像秋不少落一样 对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着雷锋的话 那么 但是呢 它主要是表达一种阶级的仇恨 你从后面的这个 我们说三宫一串 保里勤 那像保卫延安啊 洪日啊 那些都是在战场上 对敌人表达了强大的阶级仇恨 然后不断地表现这种东西 刚才我也提到小说中有一种外部的叙述识点 这是我提示给大家的一个看法 就是怎么去理解这部小说的叙述 可以从这里去找到某些叙述上的理解的一些方式 我们讲一讲第四个问题 革命文学的历史本质与生活细节问题 那么这点我想说的呢 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了 这是革命文学它既强调要建构起一种新的 这样一个开创一种新的历史的 这样一种文学 是吧 建构阶级关系 在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强大的对立当中 去建构这样一个革命的方向 另一方面呢 它又强调生活 就说它强调要深入工农兵的火热的生活 是吧 要难以生活 难以生活 高以生活 特别是像赵树里这样的作家 他受到了非常高度的一种赞扰 是吧 赵树里成为解放区文学的方向 也成为后来新中国文学的方向 因为他的那种作品呢 真正是写工农兵 然后为工农兵所喜闻乐见 那么有浓郁的民族的风格 所以大家会看到 就是说革命文学它有非常先进的理念 它完全是这样一个 在理论的影响下来建构起的文学想象 但是它同时又迫切地需要生活的体验 和对传统的民族的形式与风格的一种界限 这是我在序论里面就跟大家说的三条腿走路 是吧 一种革命的理念 民族化的形式 生活的经验 所以在赵树里之前呢 几乎所有的革命文学都被视为是在五四传统下 演绎着城市知识分子精神之乡的这种革命神话 而赵树的出现呢 是革命文学第一次获得了乡土本征性的基点 革命文学在乡村 在最平级的统地上 找到了最坚实的根基 所以当然赵树里 依然是特定时期的特定象征 它的出现论证了毛泽东的文学艺术来运生活 这一观点的真理性 本来所有的作家 艺术家都与书本知识 学院传统托本甘心 而赵树里却脱离 似乎脱离了这个传统 具有它的乡土纯粹性 所以现代性的中国文学终于 可以从资本主义扩张的城市中心 例如上海 当时文学的中心是金派和海 尤其是海派 转向革命力量聚集的乡村 而在革命力量庇护下的革命文学 因此获得了全新的时间空间 革命文学作为一种现代性文学 不再是在城市起源深层 而是由纯粹的乡村就可以培育 正对整个世界的现代性文学的进程来说 都是以此颠覆和重构 所以我们要理解毛泽东说的 为什么他的文学的那种构想 写公共兵 是吧 为公共兵的方向 然后回到活乐的 公共兵的斗争生物中去 是有价值的 那么《想要回结婚》 我相信大家都看过 中学课本里面有写的吗 看来大家都了解了这部小说 这部小说 当然别的理解 大家都可以看到很多的评论 但是我有一个我的看法 我论这部小说 在当时为什么获得青年人的欢迎呢 就是它给出一种幸福的承诺 我使用这样一个概念 就是说 你革命 是吧 这个土地改革 新的这样一个农村 共兵党领导的新的农村 它能够给农民带来新的幸福 这个幸福就是他们能够婚姻做主 是吧 它真正的实现自由平等 你五四十号讲自由平等 是吧 鲁兴说 罗拉走出去怎么办 是吧 子绢呢 是吧 子绢呢 大家看一看 他还会受到生活的困扰 而在党的领导下 亲人真正能够婚姻自主 大家可能现在 你们怎么谈恋爱都没有问题 是吧 父母也管不了 老师更管不了 是吧 这个 问题是什么呢 在那个年代 婚姻自主对亲人来说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理想 就是那个理想大到什么地步呢 我不知道该怎么比喻 你们就是说这个 等于像什么 我已经无法找到一个恰当的比喻 总而言之就是非常非常重要 就像在中学老师同意你们谈恋爱一样 他有那样的一种意义 那已经不算什么重要是吧 其实老师是为了你们集中精力学习 但是在那个年代 它是一个封建的一种势力 封建的势力 都是要父母来做主 但是从我们这个年龄来说呢 婚姻最好还是让父母来做主比较好 所以我现在也变成三仙姑了哈 这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在传统中国社会 婚姻它是作为家族的一种利益 财产 是吧 然后对孩子们的未来的一种考量 年轻人它是 纯粹的爱情 纯粹的吸引 青春的集情 那么 但是这二者呢 是构成非常 矛盾的关系 是吧 从巴西的家村丘一直下来 都在了解这个东西 所以但是真正到了这个 造数理 到了革命到来 它这个问题才真正得到了解决 但是事实上 这是维修作品给出一种希望 其实这个问题到今天为止也没有解决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问题 其实比如说在中国 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其实伊朗没有解决 但是在那个时候 赵树里 小二黑结婚 他 真正显出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青年的生活 是自由的生活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啊 那么赵树里还有小二黑结婚之后的李友才版画 所以这个是写了积极斗争的 那么这部小说呢 反倒受到了很高的评价 小说的势头表现的观点就是 只要受压迫的农民团结起来 再恶毒的剥削阶级中 逃不了负面的下场 那么这部作品呢 在形式上 显示了赵树里小说那种 朴实明白 流畅生动的风格 你可以看到像赵树里这样 他来自农村的人呢 他也建构了一种恶霸地主的形象 像地主也很严重描写成一个凶残狡化的恶霸 那么像这些革命文艺的领导人呢 他们都对六才版画这些的 表示着高度的赞赏 郭伯洛说我是完全被陶醉了 非常新颖健康 简朴的内容和手法 他这有新的天地 新的能力 新的意义 新的作风 新的文化 谁读了我相信都会感兴趣 郭伯洛给了很高的评价 周扬说 反映农村斗争的最杰出的作品 也是解放区文艺的代表之作 他的笔是那样轻松 那样充满幽默 同时又是那样严肃 那样热情 光明的新生的东西 始终是他作品中的支配一切的因素 所以周扬给了非常高的评价 大家注意到就是 在读这样一种 革命文学的时候 在赵树林那里 人们期待的是新的文化 新的意义 新的冷物 是吧 一切都要新 是一个新的时代 新的历史的一种到来 所以光明的 新生的东西 革命文学给我们的生活 在当时它是带来了崭新的东西 赵树林后来的作品 又李家装的变迁 所以他可以看到他的创作的进入了一个旺盛时期 还有《鞋不压阵》 《地板》《福贵》《填寡妇》《看卦》《登记》等一系列有影响的作品 后来还有《长篇小说》《三里弯》 《短篇小说》《锻炼锻炼》《套不住的手》《石干家》《潘永福》 另外还有大量的评书 那么关于赵树林的生平 在我的这个书里面有比较详细的介绍 是吧 大家可以看看 我就不多谈 赵树林是来自山西 这样一个农民的家庭 从小劳动 所以他是跟家里的农民 完全是一个农民在地里劳作过的这样一种身份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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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